第一步 腌制 腌去鸡粉一包 涂在火鸡的外面 放过来涂上 里面也涂上 涂上五项粉 包上塑料袋 放冰箱 腌制过夜 第二步 馅料 芹菜 土豆 洋葱 香菇 大蒜 茴香 芹菜切块 撒上迷迭香 撒上黑椒 撒上盐 第三步 准备黄油 一点香 洋葱 切西大蒜 撒上洋葱 淹过夜的火鸡 从冰箱里拿出来 火鸡上有个自带的红色温度指针 填满馅料 锅里皮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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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上抹黄油 撒下抹黄油 全身抹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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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上尺寸 加一杯水 加铺道酒去腥 325度 先烤2小时 烤1小时后 拿走锡纸 加热水 烤2小时后 把汤汁淋到火机上 325度 再烤1小时 总的烤了3小时 红色温度指针弹出 就表明熟了 用温度计测一下 190度熟了 第六谱 做汤料 火器烤出来有很多的汁 过滤把杂质去掉 取出馅料 汤汁和馅料烧一下 放在搅拌机里搅 再放在过滤烧 再过滤 小过滤放些油 加面粉 加水 加入过滤好的火鸡汁 把快状的面粉过滤出来 感觉汤汁还不厚实 深粉加水 一边调一边加深粉水 到一定的厚度 这样秤烤 漂亮的烤火器 切火鸡 切火鸡 感恩节过后 各种剩余火鸡的再创作 烤火鸡的步骤很多 这次烤火鸡是成功的 在屈芯上还要加强 也许要用蒸铜 把屈芯的姜葱汁 注射到火鸡的肉里面去 这是这个食品唯一需要加进去的一个步骤 这次烤火鸡的火鸡 也许要加烤火鸡的火鸡 是成功的 是成功的